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這一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一下 熱門話題之一 這個就是 中韓郵爆大罵戰 來源是一個 YouTuber 這個叫韓國的 一路吃 一路做主播的YouTuber 這個YouTuber也相當厲害 比起我們 訂閱人數高很多 訂閱人數有529萬 我們只有34萬 距離他還差500萬 大家麻煩你快點努力一點 事源這個 吃播 吃東西來做主播的人也叫做吃播 這個吃播 就是按讚 讚好這一句說話 被指為辱華 讚好那句說話就是 泡菜 是南韓的文化 遭到大量的中國網民 不滿 圍攻 要求道歉 令到YouTuber 連一張 中國的單的經紀合約 都被丟失了 炮菜到底這個起源是甚麼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中國大陸呢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討論 先講一個新聞內容 炮菜起源 韓國人 跟大陸人一直在爭論 到底的源頭 起源在哪裡 稍後再討論 起源歸起源文化歸文化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來的 一個地方起源一件事可以是另一個地方的主要文化 大陸人再一次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偷換概念 這次的爭議 在網絡上跟這個有500多萬訂閱人數的南韓 主播有關 Hamsi Hamsi 真的是 事源這次的韓國主播 就在他樓下的留言 點贊 點贊 關於泡菜和泡飯的留言 令到中國大陸的網民不滿 Hamsi的YouTube 也是曾經試過最高的紀錄 有2,745萬人次觀看 這個 絕對真的是天文數字 不過他犯下了一個很嚴重的 錯誤 跟這個 馬拉那條Uncle Roger一樣 自己做YouTube 怕得罪大陸市場 竟然不知道YouTube 大陸人民是不能夠觀看的 要翻牆才能夠看YouTube 有時做YouTuber 連到底自己真正的客戶群 真正的所謂粉絲和支持者是甚麼人 都未分得清楚 難怪 會造成那麼多公關災難 二千多萬人點擊 當然很厲害 但是就是 因為 支持者 聽眾來自世界各地 因為他近日竟然點讚 留言 留言的內容 其實原句是這樣的 大陸人居然說包繁文化是他門的 他按讚 有人說包繁文化是大陸的 看了真生氣 他又按讚 他按讚之後 就被中國的網民截圖 放上微博 慘遭出征 出征的字眼 當然是在說 大陸的網民要翻牆出去搞人家 所以就叫出征了 就好像 以往的軍隊一樣 令到Hamsi的主播要出來道歉 非常之可惜 他的道歉 不但中國的網民不接受 還直接 被中國的 這些網上的網民 叫他直接找出中國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進入過中國 何來直接找出中國呢 雖然YouTube不能夠進駐中國 但是原來這個YouTuber真的有進駐到中國 事源這個 吃播Hamsi 原來就已經跟這個中國的經紀公司 簽了合約 中國經紀公司看到這件事之後 說明要跟他解約 大家見證到這個 什麼叫做公關災難 還有左一巴右一巴 當你想討好大陸的網民 公開跟這個大陸的人 道歉的時候 非但這個大陸就不接受 還要跟他解約 他的道歉文 貼了出來之後 又受到這個 韓國的網民share 輪到韓國的網民 對他不滿 直接露斥這個YouTuber 簡直就是叛國 這個真的是 跟香港政府 轉完180度 再轉回180度 就有得相比 360度大回環 竟然 這個YouTuber在南韓的網友 痛斥他是叛國之後 又拍新片了 這次跟南韓的 網民道歉 這次就說他認為這個泡菜 包飯是南韓的文化 甚至乎 披露原來他早前跟大陸道歉的原因 是應這個經紀公司的要求 如果不是經紀公司要求他 根本就不會跟大陸的 人民道歉 嘗試 解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整宗事件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公關災難的 完美示範 先不討論到底是泡菜 到底起源是甚麼 一句那麼簡單的說話 就能夠令到中國的網民不滿 到底有多少 道理可以跟一班不說道理的人說得清呢 由始至終 大陸的 網民 內地的人民 經常被 這個共產政權 玩弄 隨意 煽動他們的民族主義 所謂民族主義 其實如果說得 白一點 就是因為 人類這一種動物 基本上就是一個暴落 往往對於 自己相同圈子的保護 敵對的作對 所謂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 就是在自己 相同跟類似的人之間劃一個圈 再把其他的圈 排除在外 把自己的圈 放到最大 最高 至高無常 對於大陸的 這些 小粉紅來說 你跟他們說甚麼都沒有用 因為世界上每一樣東西 都是中國 有先的 任何東西都源自中國 正如片頭所說 一個地方一樣東西起源 不代表那樣東西不能夠成為 其他地方的獨特文化 例如沖繩的 空手道 沒有任何爭議 日本人也承認 其實他的源頭就是來自 福建 中國大陸 的中國功夫 但是今天 沖繩空手道就已經發展成為 當地的一個 重要的文化遺產 這件事絕對是獨立於 他的源頭而存在的 既然是這樣 你又怎樣能夠 跟這一群 小粉紅說道理呢 再說 整件事就是一場公關災難 一幕又一幕的災難 首先在微博說的話 就是因為 應 經紀公司要求 所以心不甘情不願 向中國鬼子留言道歉 沒有想到 這個向中國大陸的道歉 竟然截圖 又回傳回去 又回傳回去 令到南韓的網友看到 大家可以見識到 要做中國人市場 多麼痛苦呢 我們也見過很多這樣的藍絲 在微博說的話 就是去PASS大陸網民 怕得罪小粉紅 香港又不敢得罪香港廣大的市民 除了譚詠麟敢得罪香港人之外 大部分有常識 有常理的人都知道得罪香港 其實沒有甚麼好下場 我們在這裡唯有奉勸 南韓 的YouTuber 專心一點 不要背叛自己的國家 做回自己的國內市場 世界很廣闊的 不能夠做中國小粉紅生意 一樣能夠做全世界的生意 自己眼光不要那麼狹窄 怕死得罪了這個大陸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